小美是一个长相普通的高中女生,但是她却一直想让自己变得好看一些。 就在今天放学回家的路上,小美在路边发现了一个漂亮的娃娃,于是小美就把她带回了家。 回到家,小美看着这个漂亮的娃娃说道,要是我能长得和你一样好看就好了。 说完之后,小美就上床睡觉了。 到了第二天,小美像往常一样起床去洗漱,但是当她抬起头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,一下子惊呆了,没想到自己真的变好看了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小美突然想起昨天晚上自己对娃娃说的话,赶紧跑到房间找到那个娃娃。 娃娃似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,变得没有之前那么漂亮了。 不管是什么原因,只要自己变漂亮就行。 小美这么想着。 来到学校,大家都开始夸赞小美好看。 小美,你怎么变这么好看了?不会瞒着我们去整容了吧? 对呀对呀,小美快告诉我们怎么才能变好看。 不过我还是觉得隔壁班的小雅最好看。 切,什么嘛,我一定要成为学校里最漂亮的人。 娃娃,我想变得更好看,成为学校里最漂亮的人,你一定要帮我。 就这样过了一些日子,小美变得越来越好看,也成为了学校里最漂亮的人。 但是小美的性格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她不再像以前那么懂事。 到了后来,小美连学校都不想去了,然后她又想到了那个娃娃。 娃娃,你能找一个人代替我去学校吗? 学校里真的太无聊了,我实在不想去了,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的。 到了第二天,小美一睁眼,却发现自己居然在地上。 昨天明明是睡在床上的,怎么会在…… 哎,这个人……这个人怎么那么像以前的自己啊? 这个人到底是谁? 我……我怎么变成了娃娃的样子? 小美,吃饭了。 是爸爸妈妈。 爸爸,我才是小美。 我在这里,她是假的。 我才是小美。 我才是小美。 怎么会变成这样? 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也想玩最新版的樱花校园,那就赶紧来233乐园下载吧。